好,接下来我们三个灯都启用了 所以我们的那个启用角位把5号、6号、9号都放进去 好,那一样的道理 我要使用他的时候 一样是使用PWM号 然后一样是5号、6号跟9号 好,那这时候我们三个灯都点的话 他就可以组合颜色 我随便拿一个数字 我随便一个数字 三个颜色的灯 他都给他都给他规定的亮度 那所以我点绿旗之后 他就会变 变那个相对应的颜色 好,这边不好意思 6号跟9号 三个都不一样颜色 好,有没有 他就变得有点像紫色的灯 你远远看有点像紫色 那所以 如果你再给他不同的数字 再点一次 再点一次 就偏蓝绿色 所以他可以根据 因为三个颜色都不同亮度的话 他就可以组合出他所对应的颜色 那如果说我们希望他随机变化 随机变化 那我们的规矩这里运算这里有一个随机选一个数 那我们刚刚有讲过范围在0到255 所以你就给他0到255 然后三个都把它塞进去 这样子电脑每次在 每次在点这个亮度的时候 电脑会自动选一个数字 这里也选一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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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个数字不一样 他会亮不一样颜色 我们看一下 这次亮这种颜色 再点一次 不一样 每次颜色就都会不一样 因为他这个数字会乱跳 这样懂意思吗 那我如果要让他一直不断的乱跳 没错 重复执行把他包起来 如果觉得跳太快 等待时间 几秒你自己决定了 所以当我按律习之后 他每0.2秒就会换一个颜色 这就是随机 随机不同颜色乱跳这样 好来试试看